怀孕大世界来关心 冰岛西南部一座火山14号喷发 沿江海流向了一旁的渔村 导致房屋着火 在火山喷发之前 连续出现了200多起地震 当局也紧急下令民众撤离 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国内外的航班也维持正常 而同一天 印尼的苏门达腊岛也有火山喷发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冰岛火山喷发熔岩流进渔村 有房屋当场被大火吞噬 索性村民提前撤离 就在离雨村不远处 滚滚岩浆不断从裂缝喷出 景象触目惊心 火山喷发全都露 当时有民众搭机从冰岛起飞 从机舱内看到难得的景象 如幽灵一般的火舞 在寂静的夜空中迸发 冰岛西南部火山喷发 附近的小渔村格林达威克首当其冲 这座火山上个月18号才喷发过 当局在渔村周边设立了防护屏障 但显然难以抵挡容颜 当地村民虽然安全撤离 但仍心系家园 无独有偶 印尼西苏门达腊的梅拉比火山 14号再度喷发 火山灰直冲1300公尺的高空 一个上午喷了两次 汽机车和树叶都蒙上厚厚一层灰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一个多月前梅拉比火山才喷发过 当时造成20多人死亡 刘雍伟编译